欢迎回到《市城有缘》 我们一起来关注第30届菲律宾冬运会的赛况 今天的冬运会可说是史上规模最大比赛项目最多的一次 11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 从上个星期开始争夺56个项目的530面金牌 截至今天傍晚7点 我国进而一共赢得了25枚金牌 可喜可贺 那么银牌方面我们目前是拿下了14枚 从马来西亚获得的银牌数目相当接近 另外铜牌方面我们看到的目前是有29枚入袋 我国目前囊括的金牌当中包括了 在冬运会正式开幕之后第一个比赛日摘下的男子武术长拳 女子花样滑冰还有女子的地板勾球团体赛 那么其他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了马来武术男子团体套路和男单套路 保龄球女单还有这个是女子花剑 另外看到的金牌的奖项也包括了国际象棋女子快棋 500米和1000米转到速滑女单 草地滚球女子三人赛 男女水下沟球队也一举夺得了四面金牌 游泳项目昨天开始登场了 那么我国的泳将也不负众望 目前够获得了七面金牌 而且六次的刷新了赛会的记录 过今的项目也包括了男子自成200米自由泳激励 女子200米蝶泳 女子100米自由泳和女子50米洋泳 人子方面100米洋泳和50米蝶泳也摘下了金牌 徐文宜在女子200米挖泳中刚刚摘金 并且打破了大会的记录 我国建儿在男子的战斗三国中夺患 那么究竟今年的冬夜会赛情有多激烈 我国的选手们就是如何在比赛中打败其他的热门强敌呢 那欢迎今天的三位嘉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吴轩凌 她是菲律宾冬夜会女子花样滑冰的金牌得主 欢迎轩凌 轩凌好 另外欢迎的是翁青海 她是菲律宾冬夜会新加坡武术团的领队 欢迎金海 轩凯好 最后呢是杨宇翔 她是菲律宾冬夜会男子长拳金牌得主 宇翔好 现在问宇翔好了 其实你在这场比赛当中你是最后第二个上场的 但是你最后是以9.7的高分得下这个金牌 所以当时得到金牌的那个那一刻的心情是怎么样 得到新牌的那一刻 其实我还是不敢相信 你知道吧 因为其实在整个准备过程中 我都非常的集中于表现自己 在新加坡训练的最佳状态 所以我也没去关注这个分数 直到我下场的那一刻看到了 拿到了9.7的高分 我才 原来真的有拿奖牌的希望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非常大的荣耀 最后第二个上场 你当时的压力会很大吗 因为你看其他选手的你表现的 我其实没看到其他选手的表现 因为其实一直在活动场地 对专注的备战 是的 另外宣灵也是非常不容易 这个冠军也得来不易 本来在短节目你是以3分落败 也就是比较落后这个菲律宾的选手 可是在后面半段的自由滑项目当中 你反而就是反超了 赢得了这个冠军 当下的心情怎么样 滑完了就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我做到我想要做的事 达到了我想要做一个 Clean Program的目标 短节目的中 我知道更平常的短节目 做的没有那么好 可是我 我想 我自己告诉的 就是要 因为短节目已经过去了 不用想了 然后就是把我 专注在接下来更重要的比赛 就想要做一个更好的短节目 所以长节目还玩的时候 我就擦也哭了 起来因为我做到了 先上一届 我也是有访问你们 那当时是得到银牌 所以你从那时候到现在 你觉得你 那些地方进步了 你让你自己可以 就是达到更高的水平了 从两年前到现在 我就是 我们 我和我的教练 教练 我们想要 就是强调我的 jump consistency 就是我跳的时候 能做每一个动作 可以做的 每一次可以做的位 对 是 清海这次是领队 但是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我们的清海是世界的 这个武术冠军 而且你在东面会 长圈的项目就两次赌的金牌 你怎么评价 这次我们武术团队的 这个表现 基本上 整体来看 我是对这次的表现 感到满意的 就是说 在这个武术套路的项目 减少了将近一半 然后 我们还可以拿到一金一银 就是我们之前 所设定的目标 这个 这次的动用会 会算是 对我们来说是成功的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 尹翔 尹翔 是一个非常刻骨的 一个运动员 然后他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有超水平的发挥 这个是很值得鼓励的 然后另外就有 那个林思维的 那个刀棍 表现非常突出 就欠差了那一点运气吧 然后其他三位运动员 就是太极的运动员 他们都发挥出自己 平时较好的水平 所以我对运动员的 这五位运动员的表现 感到非常满意 今天你以前自己是运动员 然后曾经比赛 那么这次去 是领队的身份吗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整个比赛的赛制 或者一些趋势 有了一些变化呢 其实菲律宾那个马尼拉 也是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东方会也在马尼拉 所以整个感觉 挺回味的 挺想到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 去参加东方会去比赛的那个情景 然后你刚才所说的是 就是说那个 赛事啊 赛事跟以前有什么分别是吧 对啊 我觉得大同小异 除了 当然那年代不同了嘛 那个 那个fashion也不一样 以前没有穿到这样金光三闪 以前我们的那个表演服是 就是plain的 不像像雨香这样子 那个设计是一样 不过我们有那个绣花 然后现在地毯多了那些 毯板 毯板跟那个guching 因为我们以前只有地毯 尺寸是一样 因为现在的运动员的难度也 难度动作也越来越高 就是说腾空转体540 720 这些需要那个 特别特别定做的那些 才可以达到的 对 是 因为运动员的安全嘛 那雨香其实我了解你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你除了要做这个运动员之外 要训练 还要再考虑师执照 其他国家 比如说选手是全职的 那你怎么样抽出时间 又要训练 又要考这个律师执照 其实我 我觉得对于所有新加坡运动人来说 就是一边读书 一边这个训练 其实都非常的辛苦 最主要的就是时间上的安排 所以对我本身来说 我基本上就除了训练 就是额外的时间都在读书方面上 然后也是非常庆幸是这个律师协会 包括这个新加坡武术总会 非常的配合我这方面的时间 所以说实话其实是 他们很全面性的支持我 才造就了我今天的成就 真的是比赛不容易了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其实每一枚奖牌都是我们运动员 花心血和努力换回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请宇祥去先做准备 我们稍后再请他呈现一段 他在比赛中的英姿 那么想要问你们这次到菲律宾 有没有发生一些趣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其实我比赛前 我已经有一点生病了 开始瞌瘦了 然后我星期天比赛 星期一回来新加坡 然后我开始发烧 互热互冷 然后我的教练 他有发达信给我们 他说他也病了 所以他跟我们说 他觉得是把我传染给他 然后他说 因为他比较辛苦 他要飞去加拿大 大概二十多小时 所以很久 然后他说 We are as one, we fall sick as one 是 那青海呢 有没有发生一些趣事可以分享的 趣事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新加坡团队 武术团队 比其他国家的武术队 大部分晚到一天 然后其实我们到的时候 第二天一般上都是 有安排训练跟市场利用 然后我记得当天所有东西都安排好了 然后第二天 早上就是 我们所安排行程的那一天 早上六点 有人打电话给我 就是说我的L 打电话给我说 今天的训练 取消 因为我们本来是六点八吃早餐 取消 当然我就觉得 我就急了嘛 因为我担心运动员没有市场地 当然不要吃亏 你就赶快去应对 然后带他们去市场地吗 没有 结果 因为他们说因为开幕 然后没有transport 结果全部被取消 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国家 他们都有 都有训练嘛 然后当然那些跟我们一样的 我也不管 不过我觉得 要对我们的运动员公平嘛 然后结果 因为我曾经是个运动员 我了解 然后 没有熟悉场地 是会影响表现的 我跟运动员谈了 他们都想 至少去看一下场地 不是因为训练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踩地篮 主要是要熟悉环境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 打掘 就是你 是考灵机 中解决的一个困难 就是天才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还可以就是 帮忙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那么希望接下来的比赛 都可以很顺利 你再次恭喜 这两位 谢谢两位 谢谢 那么也期待我国选手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可以为我国 继续夺得更多的奖牌 为国争光 那么现在我们马上 把镜头转向杨宇祥 请他再次为我们表演 他在这一次 东人会比赛中呈现的 武术套路 有请 我们下来的比赛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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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宇翔的精彩表演 接下来的六天 我国竟然还会 输成多场的比赛 希望他们能够再创佳绩 为果争光 你也可以到Togo 观看东云会的现场直播 同时可以回顾 过去赛事的精彩画面 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 一位热爱扮装cosplay的玩家 听说他的每一件服装 都是自己亲手缝制的 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 我是Auntie Shelley 我今年72岁 我是最老的新加坡cosplayer 今天我穿这个superwoman 晚购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